上海街角两平米的冲油饼小店二十几年在此练就的手艺稍微走得快一点都容易错过 就这么容易被忽视的小店也是名声在外短短几分钟一炉子饼出来门口几乎就占满了人 老是做法先煎后烤别看第二小还开了二十几年菜单可是双语的还可以加肉加肠加土豆丝 两位师傅分工明确终于出锅了也没地吃找了个共享单车骑在吃虽然叫葱油饼烤锅之后也并没有那么油了看着就香脆香脆葱香葱香的还真的是香脆香脆葱香葱香的并且还有一股猪油香和酥油香看看这手艺行不行面和葱花同时做到了外焦里嫩并且还是分成的忽然之间就觉得要一个有点少了 其他人都是五六个起步的买叫油而不油油而不腻据说他家用的油酥还是独家秘制的本来又要了一个鸡蛋饼看老板那么忙老板说韭菜鸡蛋的行不行也行那就来一个吧都带鸡蛋没想到个头这么大里面还刷了酱酱可以选甜口和辣口我要的甜口这个口感就有点没想到没想到那么嫩边缘还会稍微硬一点越到中间越嫩比葱油饼会稍微油一些 韭菜和鸡蛋充分的融合能吃到实实在在的韭菜香甜酱不知道跟甜面酱有什么关系总之就很够味此刻就想回去再去买几个葱油饼再来一个纯蛋饼留着晚上吃不说了我去买饼了